扎克·史奈德指导的《死亡之师》即将与北美部分影院上映 预告片中导演亲自上前助真解释电影台前幕后的故事 《死亡之师》讲述的故事是一场丧尸传病大爆发后 堵城拉斯维加斯沦为被封锁的废墟与外界隔绝 过去的勇猛汉将石考特沃德轮为在宽餐店打工 堵场老板找上他提出一个分秒必争的邀请 32小时后政府即将用核弹轰炸整座城市 他必须赶在那之前闯进丧尸横行的隔离区 因用所有的沃德决心一事 四处找来对解案有帮助的各路专家拼凑成团队 两亿美金的诱惑促使赶死队伍 驶向丧尸之城 却不想在城中丧尸也得到了进化 成了智慧体丧尸 主角角队该何去何从 这场两亿美元用生命的豪赌之旅就此展开 知道过三百勇士以及DC系列超人港铁之躯 正义联盟的扎克·史奈德在本部电影 将爆炸金属荒漠 丧尸热血等元素填充得满满当当 是一部笑脸满满的诚意之作 谁看了都会心动 据说为了电影中呈现出一只丧尸老虎 导演率力剧组千里迢迢 赶到佛罗里达观察真老虎 这样敬业真实的好导演 电影能坏到哪里去呢 2 2 2 谢谢观看